以前人家說大學生滿街跑 沒有想到呢 可能就在不久之後 會變成是博士生滿街跑 教育部統計博士畢業生人數 十年前每年不到2000人 但是去年已經暴增到 每年有4000位博士生 未來博士要擠入學術界 恐怕會更困難 十年之後 可能就會有6萬名博士 都找不到教職 泡咖啡泡出滿手水泡也不含苦 因為博士生阮婷亦相信 如果繼續待在學術界任教 可能更苦 更看不到他要的未來 創業等於放棄這張文憑 因為這張文憑給我的工作機會 會是在 可能是在學術界或者是 生意行業 太專業的確是會 造成一個人的限制 博士文憑不再持鄉討好 教育部長吳思華更直接警告 十年後會有6萬名的博士生 畢業後擠不進學術窄門 因為一年5000名博士畢業生 有3500名都渴望就業 但其中只有500名搶得到大學教師職缺 其他的都得另辟出路 比較有多元的發展會比較好 而不是單單一的就是培養的博士 就是要當老師 這個是可能不是很好的 博士生公固於求 台大鼓勵轉網業界發展 而教育部也打算成立 媒合平台協助就業 擬定博士人才發展計畫 甚至從源頭控管招生名額 但高教工會也點出理工科博士生可以 往產業界發展 但文史科卻相對困難 教育部寄出對策就看能否讓過剩的高教人 才從危機變成轉機 郵件TV零天佑黃怡金台北報導